所以是說等一下你還要再打給我 然後跟我花一個二三十分鐘來講解 這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會花二三十分鐘的時間 幫你做一份錄音的筆錄 這個筆錄就是說我必須幫你找出一些線索 那針對你提供的線索 我會去幫你查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要找到 你信息外界的源頭在哪裡 這樣子才有辦法避免說你的身份信息 第二次的被人家拿去重複利用了 好的好的 大哥我問你一下你做這行做多久了 我目前從事這個警察從我民警到現在行警的話 是已經15年的時間了 沒有我不是問你這個啦 我是問你你打電話騙人家的錢多久了 因為我是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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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行做多久了來這種這種 這種詐騙案的東西做多久了 詐騙案 你不要你不要掛電話 那我怎麼莫名其妙 因為因為我剛才在我駕車 我駕車駕很久了 我就跟你們一起玩喔繼續玩 不要掛電話 你過講一下你做多久了 不要掛電話勒 好玩 先生啊 同志啊 你說我做這行做多久了 你覺得呢 你們講真的你們這樣有騙得到人嗎 有騙得到啦 因為 因為真的你們會花這樣多時間來講這些東西 你們一定會有騙得到人嗎 對吧 其實真的我要不這樣子吧 既然說大家都已經坦白了喔 對啦 那我問你喔 你覺得我這前面這樣講還是很專業嗎 真的很專業耶 如果我不懂啊 我一定會被你們騙的 真的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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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們講一個東西 你們 家家有本 家家有本 難言得去吧 可是你們有一個破綻 你懂嗎 我跟你講這麼破綻 因為我就給你們我的假的名字 然後我就給你假的那個 我的假的那個IC number 然後你的之前那個同事就說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個號碼 就是這個名字 然後你們就破路線了喔 懂我意思嗎 所以可能要改進一點 做專業一點 沒辦法 因為說呢 我們也沒有你的這個 相關的材料 所以說呢 這個前頭 因為前頭都是這種 比較菜的喔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對對 要跟他們講一下 應該聽得出來喔 這個語氣應該聽得出來喔 前頭跟你講話的都是比較菜的 都蠻菜的 對 對 沒事 我跟你說嘛 一次呢 做對行也不是 也不是說 大家有很難念的心啦 我只能這樣子講 對啦 你們加油啦 你們加油啊 嗯 那 真的也祝你順心喔 OK 好 你跟他們講 這個電話不要再 這個電話不要再打來了 因為每次 我都接過很多通了 嗯 我這樣跟你講 因為這個 這個電話呢 也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哦 這個是隨機的 所以說 我們沒辦法決定說 撥撥打到誰了 了解了解 好 沒事沒事 OK 好 你take care 拜拜 一樣一樣 拜拜 騙多一點人啊 拜拜 OK 拜拜 拜拜